丢进炸锅里炸得金黄的三角骨 外皮酥脆 肉质鲜嫩 吃不少民众吃宵夜的首选 但日前却有民众抱怨 前往高雄陵园一家严肃鸡店 满心期待买一份三角骨回家 结果撕开只带一看 里面只有五颗三角骨 让他彻底傻眼 份量怎么那么少 气得po文 店家也回复是失误 愿意赔偿 同时po出正常份量 但所谓正常份量的照片 网友也不买单 有人说到这也能失误 正常会多两三颗的意思吗 是不是没人发文就不会po出正常份量 买家也回复不用补偿了 提到是自己看到屎有点傻掉 也有民众前往宜兰 买一份三杯透抽 发文提到 药价竟然高达450元 而且不是外送而是自取 文章也引发网友热议 发问是台风价差吗 没标价吗是最恐怖的 但也有人分析可能是用料不同 不会太乖 可以介绍吗 最近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没有调整 也有民众表示好吃比较重要 同样三杯做法 现捞透抽口感 跟便宜冷冻的鱿鱼圈 当然不同 做话还先一条街的餐厅 也表示近几年价格都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中的差异可能要尝试比较过才会知道 记者综合报导